今晚包典,说出经典,演说梦工厂轮到我上场 我叫周婉璇,来自吉岛双溪大年 我的讲题是,路在前方 人生并不简单 每一天大家都要面临抉择 有些简单,有些困难 不是每个人都有相同的抉择和理想 有些人可以很开放地去看待它 而有些却在选择的时候受苦 有些人被自己所遇到困难,蒙蔽了双眼 他们认为人生并没有更好的选择 所以便选择了死亡,来解决自己的问题 我感到很难过,为什么现今有那么多的青少年 因在科学上遇到了小小的困难,而选择了亲生 他们有没有想过,他们选择了死,那有什么后果 他们有没有想过,他们死了 家人会怎样 他们到底有没有想过,他们的家人会有多伤心 对我而言,人生必有康中大道 你们看看那些残疾人士,有些没有双臂 可是他们依然能用嘴巴画画,用脚弹琴 有些天生下来就看不见这个缤纷色彩的世界 可是他们却能用自己的歌声为别人,为自己带来无比的欢乐 而美国人立刻胡折,无双臂,无双腿 可是他活着的人生比我们更加精彩 这世界上还有很多人比我们更加不幸 为什么要那么容易被自己屈服了呢? 人生是有无限的可能和希望的 人生有千千万万的路让你走 而这取决于自己便不愿意去发现它 所谓世上无难是只怕有心人 别让最小的挑战屈服了自己 因为路走在前方 谢谢